假如你刚入职银行不到一个月 就碰到两次匪徒大抢劫 你的小爪爪会不会有种爪狂的冲动呢 哈喽大家好呀 我是人见被人爱越想越开怀的小王婆 今天王婆给大家带来的 是讲述三位80多岁的老大爷 和我抢银行的高分喜剧片 三个老抢手 老张退休后有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可因为原单位停发养老金 安逸的生活突然变得有点紧张和拮据了起来 老张的女儿和孙女都要靠这瓶养老金来生活 所以这件事让老张每天愁眉不展 乌漏偏粉连夜雨 没多久老张还收到了银行催缴房贷的通知 银行告诉老张 如果再不及时还上房贷 那么银行就要收回他现在住的房子 老张急得赶紧来到银行 想搞清楚到底是咋回事 结果却发现 原来当初银行小伙子他不讲武德 忽悠自己带了一大笔钱 参加了一个专科老年人的福利活动 那小伙子还告诉老张 如果他再收到一个红色信封 那就真的得搬家了 老张看着小伙子那人畜无害的表情正要发飙 突然银行闯进来三个头戴面具的劫匪 劫匪一进来就突突突的朝着天花板开了几枪 并让所有人躺在地上 哎呀我去了 你这是要劫财呢 你还是要劫色呢 瞧瞧 这满地销魂的姿势 能不让人浮下脸片吗 老张看着架势 表面上纹如泰山 实际上内心里慌的一体 然而出乎老张意料的是 当劫匪老大看到他这衰老的样子 竟然给了他VIP的待遇 不仅让他可以舒服的靠在桌子上 而且还让他小心收好自己的钱包 玩声了还温情的说一句 炸骨老人是我们英尽的职责 劫匪果然是看色下才变 三个劫匪干活很利落 三五分钟抢完 便立刻带着钱消失的没眼没眼的 老张因为记住了一个劫匪身上的纹身 于是来到警局帮忙提供线索 费亏老张小时候学过几天画画 两三笔就画出了劫匪纹身的大概样子 并且告诉警察 想要尽快破案 你们必须要尽快找到这家纹身店 警察一听老张这分析 哦吼老爷子 看你也是练家子哈 我们这现在招收兼职 有没有兴趣来试一试呀 老张一白脸色 哼 劫匪都没抢我 难道你们还想打火的算盘 吃完就颤悠悠的转身回去了 到家后 老张把遇到的抢银行的事 讲给了两个老伙计 老李和老王 两人听老张讲得五咪三道 羡慕的口水飞扬 但想想自己一把老骨头了 这又是犯罪的事 听听也就算了 可就在这节骨眼上 老李和老王也收到了退休前 工作单位停发养老金的通知 他们生活都不是太富裕 老李还患有肾衰竭 而且到了晚期 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告诉任何人 可老李知道 如果再这样拖下去 自己怕是这两年就得晚晚了 可他想想自己的外孙女儿和女儿 又舍不得死 所以就一直瞒着自己的病情 老王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他倒是孤身一人没什么压力 而且之前除了退休金之外 还得靠交萨克斯赚点生活费 可单位停发养老金的通知 也让他开始发愁了 这天 老张更是收到了银行寄来的红色信封 银行告诉他 再不还上贷款 30天后就会过来收了房子 于是在老李生日这天 老张就对两个伙计说 我想我可能要去抢银行了 两人都以为他在开玩笑呢 但老张却拿出了银行寄过来的红色信封说 谁想抢银行呀 那可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活 可不抢银行怎么办 我再不抢银行 我就得睡大街了 你看那三个街粉 抢了银行到现在不也没事吗 相信我 如果咱三一块抢 绝对没有问题 你俩要考虑考虑 老李犹豫了一下 直接大嗓门嚷道 老张 我支持你 但老王却不同意 你俩神经了 我们仨家起来都240多岁了 就这腿脚还抢银行 Are you kidding me 第二天 老张和老李为了先试试自己腿脚方不方便 就打算先去超市 偷点东西 搞个公厕 于是他们让老王当司机 带他们来到超市 但没有告诉他真实目的 老王看两人进去买东西 于是带着兜里的优惠券也进去了 当老李在超市网裤裆三牛排的时候 被老板监控里抓了个正着 老板看着笨手笨脚的老李 气得大姨妈都快来了 我从业这些年 我还没有见过竞友奇葩 想顺走猪大爬 老张和老李偷完出门一看 司机没一耳了 于是开上小推车就跑了 可因为腿脚不灵便 没多久就被保安抓回了超市 老王虽然笨笨笨的傻也没偷 但因为看到两伙计被抓 心虚的想要跑 于是也被抓了 老板问他 你没偷东西跑什么呢 老王说 老板看着这三个老大爷 心想多一把年纪了 怎么还偷东西啊 于是便赠送了一大把优惠券给他们 让他们回去帮忙好好宣传一下 出来后老王很是生气 我开车带你们来超市 没想到你们居然是来偷东西的 于是就自己开车跑了 老张和老李一琢磨 哎呀这样子不行 我们俩菜鸟没点专业的指导 抢银行这事 可能这辈子只能想想了 于是老张这么一群子 便带着老李找到前女婿 想让他给他介绍个会抢银行的人 女婿一听这事 无语了 我长得这么像坏人吗 哎呀女婿别误会 这不我觉得你一表人才嘛 各路好汉说不定都认识点 女婿一听这话 立马高兴的想亲老张一口 于是没多久就给他介绍了一个人 另一边老王也没有闲着 他现在正跟隔壁的李大妈 约的贼拉火热呢 心情特别好 这天三人又聚在了长喷头的小餐馆 老李拿着一份报纸 突然眼睛一亮 哎呀你们看 咱那个工厂要倒闭了 本来要给其他人发的养老金 现在都拿去抵债了 而且负责这件事情的银行 正是前不久被抢的那家 原本坚决拒绝抢银行的老王 一听到这个消息 整个人都炸了 我的喵的 在工厂辛辛苦苦工作了大半辈子 这挨迁到的领导 居然要用我的养老金去还债 不行我要去抢银行 说干就干 于是三个老大爷找到了老张女婿介绍的那个行家狗蛋 准备好好的锻炼锻炼腿脚 并承诺会把抢到钱的四分之一给狗蛋 第二天开始 狗蛋就带着三个人到银行踩点看摄像头 并准备后面不在场的证明 很快就到了计划抢银行的日子 三人先是到隔壁一个促销现场 到出路脸刷存在感 然后再找机会换装到银行 一进去就朝天开了三枪 哟哟哟 抢劫抢劫都不要动 老王负责在门口望风控场 老张和老李则去柜台取钱 这时突然有个小女孩拿着娃娃童真的对老李说 叔叔你可以把这个也拿走 老李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外孙女 就多跟女孩聊了两句 可女孩看到老李这么好说话 于是便想摘掉老李的面罩 幸好被妈妈阻止了 这时有人求准机会就摁响了锦银 而银行经理实在是忍受不了自己刚刚上任的一个月 竟然有两伙人来抢劫自己 这分明是不给自己面子嘛 于是拿起地上保安的枪 冲着三人突突突的一顿扫射 老王看银行经理这么嚣张 端起枪对经理就是一阵突突 吓得经理嗷嗷指教 可睁眼一看自己又没什么大事 原来头天晚上 老王三人不想伤害到人 就把子弹全都换成了空包弹 三人完成任务后 潇洒的离开了 可没多久 三人就被警察给带走了 原因是 当初的超市老板给警察提供了一段三人的影像 里面老王的跑步姿势 跟抢银行的时候一毛一样 再加上老李还被小女孩摘了一半面罩 面对警察的询问 三人把不在场证明一一说明 警察因为没有证据 只能先把他们都放了 回去后 三人找到狗蛋准备把钱分给他 但狗蛋却说 我不要你的钱 因为照顾老人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老张这时突然想了起来 这狗蛋就是当初他遇到的劫飞老大 于是三位老人便开始了幸幸福福的晚年生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后 婆儿是真的被这部电影打动了 婆儿专门去查了一下 扮演三位老人的演员 年龄加起来有246岁 但对于电影的热爱和专业 却依旧让我们为之感动 人生无上限 只要敢想敢干 梦想总有一天会发亮的 最后婆儿给大家送上 新爷的经典名场面 做人如果没梦想 那个嫌疑有什么分别啊 好啦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吧 我是言见仁爱 青春常在的小王婆 喜欢记得关注我 永远爱你们哟 嗯